农村三,五块一斤 城市却卖三十五块一盘 雷公使究竟是什么样的野菜? 春雷响起,万物生长 惊哲节气已经到了 春雷也想撤大地 也预示着农民要忙碌起来 因为春雷响了 春雨也多了 老话说一场春雨一场暖 春雨已经降下来 气温开始回暖 花草树木开始发芽 在乡下,又有很多野菜可以吃了 其中,有一种绝妙的佳肴 只有在雷雨过后才会生长 而且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村民们称之为雷公使 雷公使在乡下三五块一斤 城市却卖三十五块一盘 它究竟是什么样的野菜? 视频开始前 请各位看官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两秒钟 强烈推荐并关注一下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雷公使,又名地皮菜 欲南人称其为地地乱 很多人在听到雷公使这个名字的时候 都会下意识地觉得 这是一个很恶心的东西 但其实真正看到雷公使的本尊之后 就不会这么想了 雷公使其实是一种枣类植物 形似木耳 有紫黑色的 有蓝黄色的 质地软嫩 半透明状 雷公使分布于全国大部分地区 主要生长在丘陵和平原的岩石、栗石、沙土、草地、田野和浸水岸边 它们可以在辐射水平高的地方生存 因为它们本身也含有吸收中长期波长紫外线辐射的物质 因为这个物种可以从大气中获取氮 所以它也可以生活在不寒氮的土地上 它们对生存环境的要求也很高 对二氧化硫非常敏感 如果这块地有二氧化硫 那么这块地很多年都不会长出雷公使 在被污染的土地上也不容易长出雷公使 它也非常耐旱 即使被太阳晒干 遇到雷雨也能迅速长成大块 刚出现时是胶体球形 然后膨胀成薄片 小的是2至3厘米 大的大概是10厘米 整体形状为胶体膜 颜色为深橄榄色或深棕色 晒干后会变黑 看起来像牛粪 所以人们称它为雷公使 雷公使虽然名字丑陋 长相怪异 但深受老一辈农民的喜爱 每当遇到雷雨 有惊艳的老农都会提着竹篓 到山里的草地上找雷公使吃 雷公使是一种特别有趣的野菜 它必须在雨后 才会从路边潮湿的杂草中冒出来 但太阳一出来它就消失了 雷公使经常分布在比较潮湿的地方 因为它是在野外生长 所以看起来很脏 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 然而 农民有自己的清洁雷公使的方法 因为不能用力搓 所以必须先用干净的水泡 十分钟左右 然后用漏勺晾干 再用同样的方法洗五 六次就大功告成了 雷公使可以用来炒着吃 和辣肉 猪肉或者鸡蛋一起炒很好吃 还可以用来煲汤 很鲜美 不仅如此 现代研究还发现 雷公使的营养价值极其丰富 富含蛋白质 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磷 鑫 钙 其钙 铁含量非常高 据相关数据记录 100克雷公使的钙含量 为406-3019毫克 铁含量为284-574毫克 这种钙含量高于同等重量的牛奶 完全可以说是高钙菜 也正因为如此 雷公使现在已经成为市面上较为名贵的野菜 此外 雷公使的产量低 尤其是干菜的数量 因为雷公使一般是雨后采摘 平时很难看到 物以稀为贵 所以雷公使的价格非常高 在大城市经常可以卖35一盘 而晒干的雷公使价格更是高达70元一斤 不过虽然雷公使味道不错 但切记不要吃太多 雷公使性良 如果你脾胃不好 就不是以吃雷公使 另外 女性在产后 寒性痛经 经期后不宜吃雷公使 否则会伤到身体 除了知道雷公使可以吃外 估计很多人都会好奇 像雷公使这样的藻类 能不能带回家中 事实上 还真的可以 记得小时候 农村的院子里 有个大平台屋顶 那时 屋顶上种了很多花草 雨水冲刷后 屋顶会被一层细沙覆盖 把一些在野外捡来的雷公使 放在上面 让它自己生长 每次雷雨过后 都能看到雷公使膨胀散开 这样再不用出门捡 就能够在家吃到新鲜美味的雷公使了 所以按照这个原则 在家种植雷公使是可以的 尽管雷公使可以在大多数地区种植和发育 而不会选择土壤 但这种野菜对沙虫剂和化肥 绝对有着不一般的抗拒性 如果我们在土地 施了化肥和沙虫剂 它就不会在这里再生长了 因此 随着近几年 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 雷公使越来越少见了 如果不能人工种植 消费大 产量小 价格肯定上涨 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点击关注长按点赞三秒 会有惊喜发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